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那今天邀请到大地驾行旅行社的 俄罗斯自身领队Gavin以及Sandy 来跟大家聊俄罗斯 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那想请问 这个俄罗斯大家要称他们为战斗民族 就是这个长得特别高大 那他们到底都吃些什么 长得这么的高大呢 我很好奇 那他们其实会被称作战斗民族的女人 当然除了身材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主要的点 的话是因为他们必须要跟很严酷的环境 自然环境去对抗 那你必须在很寒冷的 或是说非常贫瘠的地方去生存 长大他的民族性就会不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的话会让你觉得说我身材高大 那我很喜欢跟人家打架 其实并没有 其实也没有啦 没有你不要去惹他 对其实如果你跟他是一个好朋友 或是他会对你非常好 热情 但是如果说你踩到他的线 那他对不起他一定是会跟你抗争到的 对 就是也是天然的环境因素造成的人格性格的部分 对 那他们都吃些什么 主食是什么 那他们的话 主食的话是属于像面包 面包 对面包啦 还有对他们就有你的罗宋汤 罗宋汤 对巧克力啦 巧克力 这个月份非常的短 对其实大部分都是冬天 那所以来讲说他们会把一些夏天种植的一些作物 蔬菜的部分拿来做腌制 可以留到冬天的时候来使用 对 所以他们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去腌制吗 几乎 几乎 几乎你想象得到的东西 想得到想不到的东西 它都可以腌制 对 就不是普通的不只是肉 蔬菜也都可以腌制 都可以腌制 哇哦 好难想象 我一般只想到腌制大概就酸黄瓜 有 有 有有有 还有什么 西瓜 酸菜 对 那水果可以腌制吗 水果也有梅子 水果也有梅子 像他们也有一些那种水果类也是有做腌制的部分 对 所以大部分就是因为气候的关系 那他们另外的主要的数就是肉 肉 对 什么火腿 火腿啦 或是像牛肉啦 牛肉 牛肉鸡肉 那像血肠也是 血肠 对对对 都是他们的主食 那因为他们横跨欧雅 所以其实欧洲方面的椅子跟亚洲又不太一样 嗯哼哼哼哼 对像如果在亚洲的部分 例如说像在可能像耶库兹克啦 或者是伯利赤塔这边比较偏亚洲的话 他们的那个烧烤类 烧烤类 对烧烤类 你也留情吃烧烤 很好吃 可是他们烤肉很好吃 烤肉都烤什么猪肉 我们一般就是猪肉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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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肉 鸡肉 牛肉 羊肉 鸡肉 对对猪还比较少 猪比较少 对猪比较少 他们比较没有在养猪 对猪的部分数量就是比较少 对对对 烧烤就是牛肉 牛肉 羊肉 羊肉 鸡肉 对 还有像他们的鱼肉 像这个贝加鲁的欧姆鱼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对对吧 我刚才讲我都觉得口水快流出来 那比如说三明治之类也是他们的任何的三明治 他们也有三明治的部分 对 那还有像他们很有名的黑麦面包 黑麦面包 嗯 像如果说各位有机会到这个金环小镇里面有一个圣山衣修道院 那里面的这个修士们他们自己做的那个黑麦面包非常好吃 许世文明的好吃 就去那边 很便宜 很便宜 对对对对 他们最喜欢就是俄罗斯人的生命之水 生命之水是什么 福特加 对 我真的想要问是不是酒 对 就是福特加 酒是生命之水 对对他们来讲是生命之水 福特加是生命之水 对 他们就是他们习惯就是去喝烈 习惯喝烈酒 对 那是因为要产生热量的关系 对对对 所以像韩国就是喜欢喝烧酒 烧酒 对 然后日本可能喝清酒 然后酒他们是福特加是他们的日常的酒这样子 像我们可能习惯常喝的啤酒 对俄罗斯人来讲 那叫饮料 那不叫酒 就他觉得那个没有酒味 对那个没有酒味 所以他们就是平常吃饭就配福特加这样 对他们在用餐的时候就会习惯来一杯 就是晚餐的时候 那会来一杯福特加 福特加 对对对 而且是男女都喝 男女都喝 从小就从小就练 这样子 基本上他们的酒量都非常好 对对对 难怪战斗民族 对对对 喝酒才有力气去 对对对 因为主要都是因为冬天只在很冷 只在太冷了 那他们必须就是借由像可能摄取比较高热量的食物 他才能够生存下去 对他才体内这个热量才够 而且你会发现俄罗斯的甜点真的是天死人不偿命 天死人不偿命 那不是跟美国跟欧洲也是一样 都超甜的 都很甜 但是你会发现在俄罗斯他们几乎没有糖尿病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这就是他们生存的环境造成的 太厉害 太不可信了 甜点甜到爆炸 但是但是却很少有糖尿病 对很少 那真的是我们同事人超爱吃甜的 应该要去那里收 如果爱吃甜点的可以到俄罗斯去保证 保证可以让你 他觉得他是来到天堂如鱼得水 他真的非常甜 非常甜 是怎么样比如说派啊蛋糕啊 任何甜点都很甜 蛋糕然后有些像巧克力也是 巧克力也很甜 所以他们没有那种纯度很高的巧克力 然后是苦的 有有有有 有有有 像其实就各位如果到俄罗斯要买伴手里的话 巧克力也是一个必备的 我有收过是那个就是俄罗斯娃娃造型的巧克力 然后里面好像是酒 有 还有酒酿的 酒酿的 对对对对对 各式各样各种不同口味的 对那我们通常就像那个就是 红色红色十月娃娃 红色十月娃娃 这是巧克力的牌子 对对对对 那他也有那个纯度可以到85% 85%以上的纯巧克力 那真的是很苦 可是非常的纯 很苦 可是你不是说他们很爱吃甜吗 那这个会不会是卖给观光客的 观光客很喜欢 然后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可能住在比较欧洲这边的俄罗斯人他们喜欢 对对那除了巧克力之外 一些伴手里那鱼子酱也是伴手里之一吗 鱼子酱也是因为像本身因为俄罗斯它的领土里面 它有一部分是在领海 那领海的鱼子酱是几乎全世界都知道最好的鱼子酱就在领海 对那所以俄罗斯来讲 它也有鱼子酱的部分 而且它还有红色跟黑色 那红色的可能是我们一般常见的鲑鱼卵 鲑鱼卵 对那黑色的巡洞鱼子酱在那边当地的话 是非常高档的一个算是食物 可是呢它的价格呢 却没有像你在我们台湾的地方那么贵 因为它就是等于是有点产地 产地就是便宜很多 可是这个我们可以带回来吗 可以 就是鱼子酱是可以的 鱼子酱可以带 它是有一个限制 就是它一般来它会做成罐头装的 那它的话 所以是罐头 对罐头 也不用什么低温冷藏什么不用 不用 基本上它的话可以带400 如果没记错的话它会是400公克 400公克 你不要超过那个重量 你不要超过那个量的好 就可以 对对对 但是而且带回来也算是方便 因为你不用低温冷藏 对不用 所以鱼子酱也是一个可以带的盘手 可以带带回来 对还有福特 福特酱可以带回来 就是一瓶酒 一瓶酒 一公升 我们台湾的鬼店是一公升 一瓶 那在俄罗斯它有卖500毫升的 有750的 一公升的 那你如果是500毫升 你就可以带两瓶 对对对对 就不要超过 一样不要超过这个重量限制 对对对对 那边福特酱真的比较好喝吗 还是你有研究吗 我个人喝起来 因为它的浓度大概也有 酒精浓度也有40% 就相当于你喝那个高粱酒 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喜欢喝烈酒的 应该是可以接受 对对对 福特家他们那种 那当地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对 而且他基本上喝了也不太会上忙 所以隔天早上你要工作干嘛 还OK 真的吗 不会醉到起不来 不会醉到起不来 反正当地人都喝习惯 对他们喝习惯 应该就还好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长知识了 我觉得听给门接上觉得说 俄罗斯好像没有那么远 它也是蛮超乎我的想象 原来其实也是还蛮好玩的地方 真的是很值得 就是大家可以规划一下行程 然后去俄罗斯玩 对那另外呢 也邀请大家来玩 星星相惜空中雷台赛的网路游戏 那这是可以上 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 点选进入星星相惜空中雷台赛 那里头会有一百道题目 是随机出题的 那不限作答时间 以打雷台赛的方式呢 每个月初会公布 前一个月前 我们以答对题数 最多的听众朋友 就可以拿到精美奖品 所以呢 可以上 全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 来玩星星相惜 空中雷台赛的游戏 那今天呢 也非常谢谢 大地假期旅行社的 俄罗斯资深领队 Gavin以及Sandy 来跟大家介绍俄罗斯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